接下來心靈環保解緣體 柯文哲對果冬法師大吐苦睡 推行環保新政 禁用一次性餐具 得先忍受各方抱怨 不管坡折受折 知道大家麻煩了 還有是任何紙的垃圾 少掉百分之80 塑料百少掉百分之70 不管坡折受折 我還是文哲 我們柯市長都現在都在修行忍辱 做好 他說一切都魯夢幻泡語 謝謝大家 謝謝 這位國冬法師 是柯文哲的心靈導師 曾給過柯P很多建議 原來民調低檔挫折 柯文哲不斷反省 還打算寫書 書名就叫做我犯的錯誤 沒有 我有在想這本書 你知道 問題是我連睡覺時間都沒有出版 你覺得你現在犯最大的錯誤 太多了啦 真的慶祝難書 從七成之出座高點 到剩下三成八的危機 剩下一半任期 柯文哲拼連任 自訂門檻 任下有兩件事情 大巨蛋把它 看怎麼徹底解決掉 該解決 還有一個世大運 我覺得世大運還滿複雜的 整個世大運 還是要把它辦好 因為這是台灣的世大運 也不能搞砸 所以這兩個是關鍵沒有做好 你可能就有機會 就三正出局 但反省不能光嘴巴說 直進的市政風格 待人不待心 柯文哲得修正態度 才能將民意溫度 酒居下半扭轉頹勢 記者陳婕安 全入文 新強台北報導